第四十二話 現在開始播出 公孫六娥? 你叫公孫六娥? 是呀, 這個名字是否不好聽? 名字跟人一樣漂亮 楊大哥, 你不要笑我 待會我爹 會和你們六娥相見 到時候 你千萬不要對著我笑 如果笑了又會怎麼樣? 如果他知道我對你笑過 而且又把我自己的名字告訴你 我真的不知道爹 到時候會怎麼樣懲罰我 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嚴厲的爹 那個女兒對人笑著 平常事 一個這麼如花似玉的女兒 難道他也不愛惜嗎? 爹以前都很愛惜我 自從我六歲那一年 我娘死了之後 他對我越來越嚴厲 遲些他娶了新娘之後 他又會對我怎麼樣 我真的不敢想下去 不怕的, 你爹新婚之後 一定會很開心的 那就會對你更加好 你不明白的了 我寧願爹對我比較兇 我也不願意他娶新娘 楊大哥, 你沒有這種情形 你是不會明白的 或者我真的不明白 公孫姑娘, 你的新娘一定沒有你這麼漂亮 那你就猜錯了 我那位娘才是一個 真真正正的美人 爹很喜歡他 昨天我們把那個姓周的老頑童 抓了回來 要不然爹忙於安排婚事 絕對不會讓那個老頑童 再次逃走的 既然他已經走了就讓他 下次遇到他的時候 再想辦法抓他 什麼事?公孫姑娘 不經不經, 我們已經談了很久了 我怕師兄他們 看見我和你在一起 會去告訴你爹 楊大哥, 你還是先回去石屋那裡 這裡只有一條山徑 一定不會走錯路的 所以我不能夠陪你了 好, 那我走了 有機會再跟你聊過 你兒子 我看見你了 你兒子 一個大石屋, 叫我們在門口等 不知道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馬兄, 你不用這麼怒吵, 耐心一點 大師, 你認為谷主 會不會出來迎接我們 可能會, 可能不會 有個人從裡面走出來 會不會谷主迎接客人 請我進去裡面 是呀, 這個老人家是穿綠色衣服的 看他的相貌, 又矮又古怪, 比我更矮 最奇怪的, 都是他的長鬚 楊兄弟, 他那把長鬚, 有黑有白 長得像一匹布, 垂到落地 如果他一低頭看著地上 他一腳就會踩著自己的鬚 馬兄, 你不要這麼有趣 楊兄弟, 你也覺得他奇怪了 那我們就應該更加小心 千萬不要輕敵 其實我最覺得奇怪的是 為甚麼會有一個這麼古怪的爹 而偏偏又生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兒 各位, 請進去裡面喝杯茶了 請 喝茶?看情形也是喝點清水 馬兄, 不用怒氣, 進去裡面再說 各位, 請 真是豈有此理 馬兄, 你踩著人家的長鬚 貴客小心 你說甚麼 馬兄, 你怎麼樣?沒事吧 楊兄弟, 要不是你扶著我 我真的會跌倒在這裡 好, 各位, 請 楊兄弟, 那個長鬚公把頭一搖 就像有一股勁力 在我腔第一抽 我幾乎站不穩 謝謝你扶著我 小意思而已, 不算甚麼 各位請隨便床 請隨便床 貴客已到, 請谷主見客 郭師, 原來他不是谷主 我看谷主就快露面 你看看 十幾個青血人走出來 在左手邊站在那裡 照顧我們四個人都站在一旁 馬兄的眼光的確越來 楊兄弟,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尋兄是指哪一方面 是指我們六個人 是呀, 我現在都覺得 蕭雙子人兄似乎跟平時有些不同 你年紀小小, 比他們更加聰明 對了, 你覺得蕭雙子今天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他從今早到現在 除了久不久冷笑一聲之外 從來都沒說過一句話 我亦有這個同感 楊兄弟, 那你有沒有留意過他的臉孔呢 雲兄, 平時我也不多想看他 因為他的臉孔冷冰冰, 不太好看 是像殭屍一樣, 對不對 不過他今天更像殭屍 雲兄真的會開玩笑 有一個穿著寶藍色衣服的中年人 在後堂出來了 這個中年人相當英俊瀟灑 只好顏用潮水, 屁煌骨瘦一點 真是抱歉, 令六位等了這麼久 各位, 請用茶 甚麼? 在寶藍水上面等兩三塊茶葉 這就叫做茶的 焗主, 你請我們吃飯 又不捨得讓我們吃豬肉 牛肉或者魚 請我們喝茶 只是在寶藍水上面等兩三塊茶葉 今早早的早餐更離譜 竟然叫我們吃幾朵花 怪不得連你做谷主都疲惊骨瘦了 請閣下原諒 本谷數百年來都是吃素的 吃素有甚麼好處 難道會長生不老嗎 自從唐元宗時代 我們的先祖來了這個山道 隱居避世, 就一直吃素了 我們做子孫的從來都不敢破戒 請各位不要見怪 原來谷主的先祖 從唐元宗時代已經在這兒隱居了嗎 那真是算是世宅面長 不敢, 不敢 大師過分讚餘了 那谷主的祖宗見過楊貴妃嗎 雲兄 雲兄, 甚麼蕭雙子的聲音都變了 是的, 可能他正就運功 想讓那些厲害的谷主看看 所以連聲音都變得陰陽怪氣 谷主, 為甚麼不回答我 是的, 先祖當年的確是在唐元宗朝上做官 後來看見楊國中混亂朝政 才奮現來到這兒隱居避世 這樣說, 你的祖宗一定喝過楊貴妃的洗腳水 是不是 蕭雙子先生 怪了, 怪了 你這個長蘇宮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不僅僅我知道 連谷主也知道你們每一位的名字 因為谷主派去招待你們那幾位弟子 已經告訴我們了 是嗎, 原來如此 蕭雙子先生 我們谷主敬仲你們是貴客 所以二例相待 為甚麼你就亂說話 我也不知道你說甚麼 不不 不過, 谷主你們的老祖宗 一定是有喝楊貴的洗腳水 如果沒有喝過的 我會斬下頭來送給你 靖雙子老兄 你怎麼知道 我不是很明白 難道當日你真是有份喝嗎 如果他們沒喝過 又怎會一輩子都成債 當然喝過洗腳水反胃 你說得對 一定是這個道理 蕭雙子先生 我們沒得罪過你 為甚麼你出嘔傷人 如果你一定要教練武功 在下可以奉陪 請來大廳中心指教 好呀, 既然這樣 我就連人大語跳到廳中心指教你 好武功, 好, 請指教 慢著, 慢著, 長蘇宮 這不是很公平 為甚麼不是很公平 你知道我叫蕭雙子 但是我不知道你姓甚麼, 名甚麼 只叫你長蘇宮, 那就是不公平 你想怎麼樣 還要問嗎? 你快點說你的姓名出來 谷主, 屬下應該怎麼做 你就告訴他 屬下遵命 照雙子先生 我姓范叫做一翁 請你起來來吃招 慢著, 慢著, 別這麼心急 你用甚麼兵器 拿出來給我看看 好, 你看著 師弟, 把我的兵器拿出來 馬兄 你猜這位范一翁是用甚麼兵器 楊兄弟, 你又想考我 我看他多數用大刀或斧頭 那你說呢? 我就不敢亂猜了 不過我敢肯定, 他的長蘇也相當厲害 說不定又是兵器 有兩個人抬著一枝龍頭鋼杖出來 這枝鋼杖又長又沉重 范一翁這麼矮, 怎麼能不能動 蕭雙子先生 怎麼樣? 這枝龍頭鋼杖就是在下的兵器 你的兵器是不是藏在衣袍之內 你真是聰明, 居估眾 我的兵器拿出來給你見識一下 這就是我的兵器 你說呢? 你說呢? 你一把大剪刀? 那把大剪刀是馮鐵杖為我打造的 我明明放在包袱裡頭 為什麼被這個殭屍偷了去 我一點也沒有發覺 當然是他趁我昨晚睡著的時候偷的 范一翁 你知不知道這把大剪刀是用來做什麼的? 你又知不知道我這把寶貝剪刀叫做什麼名字? 要不要我告訴你 你這把航門左道的兵器 不達完高雅 反而非常俗氣 你聽著 他的名字叫做狗毛展 什麼?狗毛展? 是啊, 我早知道這個地方是有一個長毛怪物 因此他訂做這把狗毛展 用來剪你的鬍子 那真是有趣 好吧, 我的鬍子實在太長了 你有本領就來剪短它 算了, 跳得快 你看看, 我剪了你三條鬍子 師父, 黎子今天不能再以敬客之禮待日了 一翁, 你好自為之 是 范一翁, 你的年紀比較公主 大那麼多, 為甚麼叫他做師父 這些不用你管, 按招 你不是這位高人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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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麼行啊…怎麼打到一半又不打 沒有人跟我打, 不行的 豈有此理 你這個惡賊, 我跟你拼命 慢著… 你是甚麼人 為甚麼有兩個小雙子 你們誰是真, 誰是假 還要說嗎 當然是我是真的 我穿的是我的衣服 他穿的是六三六虎 他怎麼會是小雙子 你亂說 你這個卑鄙小人 你昨晚點了我的穴道 把我去到一個樹林裡脫了我的衣服 原來你假扮我來這裡搗亂吧 好, 如果我放過你的 我就不是小雙子 接招 周白湯, 如果我認得是你了 快脫下你的人皮面具 你回去抹剪刀我吧 楊小兄弟 猜不到你認得是我 人皮面具和大剪刀都挺好玩的 借給我多玩一會兒吧 不行了, 還給我 停手 夠了, 夠了 今天打得真是夠了 小兄弟, 小兄弟 這個是人皮面具 這把大剪刀還給你 拿著 好, 周白湯, 你玩夠了嗎 夠了, 夠了, 玩夠了 我走了 爹, 你谷中搗亂的就是這個八爺公 原來就是他 谷主, 讓叔叔抓住他 你 原來是一隻長蘇馬鈴 好像爬樹那樣 想爬屋娘來捉我這個老頑童 來吧, 我們玩啊, 打千秋 好啊, 我跳過那邊屋娘 你走過去那邊, 再爬來捉我吧 賊 你又跳過去那邊? 好, 我一定要捉到你 我不肯放過你的 好玩… 好玩…來吧… 來吧, 再來吧, 再來吧, 跳吧 跳吧, 爬過來吧 你真笨 各位人兄 那隻老鬼在上面跳來跳去 完全不放我們六個人在眼裡 真笨不笨 我們抓住他, 搞好他 好, 我們打他一身 阿世, 你想袖手旁觀嗎 可以大家一起上 好, 郭師, 你呢? 我會暗中出手相助 那兄弟, 那你呢? 我也去趁一下高興 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上 是… 你, 人家楊安兒 不要拿銀鱗來吧 好可愛喔 這兩個是甚麼來呢? 零零零零的樣子 好啊, 拿一個來看看 老頑童, 千萬不要鬥他們 我猜 小兄弟 要不是你用鋼匠打烈那兩件東西呢 我這個老頑童的命就涼了 謝謝… 各位, 我不玩了 明天再玩吧 老頑童失陪了 糟了, 中雞, 中雞 周伯通, 你今天跑不掉了 黃麵谷主, 為甚麼你這麼奸惑 東南西北, 連屋頂都有人打開魚網 我不是魚 你想留住我幹甚麼, 陪你玩 要你把拿去的四件東西留下來 我就馬上放你走 我屁 我用不著拿你的東西 我拿你的東西做甚麼 有甚麼用 你不要亂說 假如今天不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就會向你另教幾招 周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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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勸你還是留下那四件東西 平平安安地離開這裡吧 哈哈哈哈 你這個人真是沒理由 無端端是要賴我偷你的東西 喂 你這個山谷有甚麼寶貝給我偷 好呀 好呀, 黃美谷主 你這裏有男弟子 又有女弟子 那我就不理太多了 我每件衣服都脫 給你看為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得無禮 一件, 兩件, 三件 你把衣服逐件脫出來 很好呀 你都是大庭廣眾 六件 你怎可以這麼無禮呀 你這樣做不怕被人恥笑你嗎 好呀, 好呀 你… 黃美谷主 我光彈彈由良真的套師出來 好呀, 如今我赤身露體 清清白白, 有甚麼不對呀 有甚麼可恥呀 好笑呀 你年紀不小呀 還想娶一個年輕貌味的姑娘為妻 這樣才不對呀 這樣才是可恥可笑呀 你…你亂說 糟糕…我現在沒穿衣服 冷了就麻煩了 我走了… 我走了… 看著她 看不見了… 帶她過來 放她… 放我… 豈有此理, 你們真是沒用的 你們看看魚網裡面的是誰 我… 不如來網到范一翁和馬光座 老頑童走了 我走了 剛才一節, 神雕俠女第四十二回 是由李安求監製, 曾永強編道 金蓉原著, 陳炳求改變 周俊梁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禁錄音, 明天翻譯 黃金蓮 一節, 王大學 階段 一節, 王大學 一節, 王大學 符、文俠人 一節 黃金蓮 一節, 王大學 雖大學 雖大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